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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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主臥房的空間 那這主臥房的空間齁 其實採光非常好 我們可以看到側邊這邊啊 有一整片的玻璃 然後當然還有沙蓮 配上也門的這個 那床尾呢 也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空間 就是讓你可以 在這邊用電腦啊 或者是在這邊使用一些 你可能想要用的一些 小卡機物品 床尾呢 有一個很大的電視 可以讓我們觀看 看這電視真的很厲害齁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薄 很少有含電視架的部分 它還可以抓這麼薄齁 那再來我們看到床頭 床頭是一直做了一個 很多的切割線的一個造型 那這個切割線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它有直的是比較稍微 寬一點點的 可能這呢 又稍微比較 尺寸比較小一點點的 那我想這樣子 各種不同的線條造型呢 組成了一個很漂亮的電視牆 包含我們這邊有沒有看到 它用了兩種顏色的木皮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又做一個框 讓這整個床呢 床頭柜能可以擺進來 整個空間是剛剛好的 非常的恰當 非常的一個素特的一個空間 那 就會讓你感覺很舒服 所以這是一個主動畫的床頭 旁邊呢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這裡 有一個旅門 那這個旅門呢 打開來看 旅門打開來看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更衣室 更衣室那裡面呢 當然也有一些 可以放東西的 可以掛衣服的 那可以可能有 其他的東西放進來的 今天因為這個葉土已經住進來了 那我們就不多看 可以看的是什麼呢 這一塊 這個 隔肩 它是把這個體驗門收進去裡面的 而不是說收到這個牆的後面 隔肩的後面 或隔肩的另外一面 它收到隔肩的中間 這樣的做法喔 會比較尷尬 會比較辛苦一點 木工上會稍微 會真的會 靠北多一點 再來我們來看 主惠浴室 在主惠浴室進來之前呢 我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整面造型牆 還有配合這個隱藏門 我們現在就來到主惠浴室 這是一個內坎型的麵盆 它是一體成型的喔 非常特別 而且它可以把我們的龍頭設計 在這個位置 斜面的位置 然後上面這邊也是一個非常 特別 從經常不會看到的東西 那整個浴櫃呢 裡面也可以有很大的收納空間 再來我們看這一面 這裡還有一個 電動毛巾架 然後同時這裡也有一個 倒生櫃 倒生櫃裡面都可以放置 想放置的物品 那裡面都有物品 我們就不再打開來看 整個主惠的乾區 就是非常的熟悉 有沒有 主惠的乾區讓你感覺到非常的 椰子 就像飯店一樣 再來 主惠浴室的室區 主惠浴室的室區 這邊有馬桶 然後還有這個 兩個卷筒式的衛生紙 再加上這裡呢 還有什麼 這邊還有 小便斗 整個真的就是 優如自身飯店 地板的部分 從進來都是 無障礙式的喔 進來到這裡有沒有 我們這個地上我們所看到的 這些門檻 這些門檻 全部 全部都是下坎型的 然後都是跟地面 成為一個平行面的 再來呢我們看到 還有主惠的淋浴間 淋浴間 淋浴間有檯面 同時有一個像日本 房日本和三文廠空間 都會有一個小鏡子 在這邊 一層面的鏡子過來 檯面放衛浴設備都非常方便 然後還有一個 淋浴的掛桿 同時 這邊有浴缸 或者有扶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內盤的置物空間 會讓我們整個 浴缸區有沒有 就是年紀大的 或者是怎麼樣 進來都會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適 同時旁邊燈光的營造也會讓你 有很棒的一個感覺 這就是我們的主播浴室 我相信也會是你喜歡的一個 半變風格的主播浴室 我們今天呢 就在浴室來做結尾好了 希望我們的頻道 可以按讚並未加分享 今天我們介紹 這現代風的一個風格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風格呢 你想小評家的設計師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會把相關設計師的訊息 傳送給你 讓你也能夠 要過去 找到相對應適合你的設計師 謝謝家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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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